那我覺得我跟韓市長在沒有擔任任何官職以前 其實我們都是庶民 所以這個不要把庶民講的說好像一定要窮到住一個小房子才叫庶民 你定義什麼叫庶民 我是不是庶民 我現在身上沒有任何的官位 那我手上只有一棟房子 那這棟房子早年買的時候只是幾百萬 但是30年過去了現在可能超過千萬 我請問你我是不是庶民對不對 庶民不是這樣定義的 庶民就是沒有特權 這個跟一般人一樣 那我覺得我跟韓市長在沒有擔任任何官職以前 其實我們都是庶民 所以這個不要把庶民講的說好像一定要窮到住一個小房子才叫庶民 庶民就是沒有特權 跟一般人一樣就是這樣而已對不對 謝謝